年初三朱立倫幕僚PO照片 朱立倫站中间笑眯眯 一旁侯友宜也是满脸笑意 还有朱家军林奕华跟朱立倫 其他幕僚 标题写着老友相聚 大家都变肥了 朱立倫侯友宜看起来感情好好 只是照片才PO梁造石旧山文 让朱侯心结传言再浮上台面 根本文中 现场人都不是很熟 也没有打完招呼就离开了 尤其侯市长是我自己的老同事好朋友 当然希望越高越好 对比朱立倫每次讲起侯友宜 都以老朋友相称 侯友宜被问到朱侯同框 态度有够兵像是想撇清 有消息传出朱侯聚会行至有年 今年侯友宜推调几个行程参加 但怕被推调的人看到照片不满 所以要求朱镇营撤照 关于为什么删照片这件事情 我们并不清楚 朱市长跟侯市长两个人 只是感情不变 但是我个人问大头的 他的说法是说 他那时候喝有点多 然后他就随手po照片 他后来发现他脸比较胖 他本来想说等酒醒之后再换一张 先删掉 后来发现上新闻了 协议蓝营忍气王被认为 最有机会问鼎总统的朱立伦 新北市长交棒侯友宜 但侯友宜首次参选得票率就冲到五成七 满意度也很高 成为蓝营新天王 还频频被点名初战2024 据传让朱立伦压力很大 但朱立伦办公室澄清 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 不要太过解读 虽然屡屡澄清没有心结 但诸侯谈起彼此总是一冷一热 难免被多做文章 三地新闻刘家伟周宁新北报道